国家三级五条超团的典型思义 今天是庆祝177年的秋毅台电 由南大冠的副管党丹进行丹人主席来进行両党的三片的技术 国党马尉思义今年新设计的新教来基本到合教技术 在文庄地区的知识之下 将安排收出的出顺要求来为典型情记号 出席台电商由南大冠副管党丹进行丹人主席 进行到両党的三片的技术 众人作为管理也肯定典型思义 这年多年以来与传统文化团形的用心 了解丹营试验长期以来 本来就是地方、宗教、信仰以及教育的中心 所以对丹营试验每一年的见练活动 大家都非常热心的来丹营 超团党丹营试验过一百七十万年头 端母年尊教育类进行这一段 并且提供修法 又是修金唱歌之类的文化 各办法到重做学金 协助学生来行动 发挥到营试验很大的作用 今年今年是第一本来建计全新的成功 在这一段上头做到开用的技术 要向着曾台湾新闻行会主委丹营聪 来介绍到新教由来和理事 是以前设计带王官员的制度 为文聪帝君来制作新教 上头藏着很多文化内涵 它上面满部很多的花图 都含有深远的文化的内涵 跟教育的意义 跟哲学的道理在里头 想要去出行的话 没有轿子等于说 就没有车子 没有办法出去 所以我们就在委员会里面 就大家决定要做一点神教 让大家来参与这个事情 定于苏伊到达来做到文化团形的工作 到开设建设课定 并且出版菜籍 这几年都比平算为借由苏伊 虽得国家很大的创丁 记者 明星 菜红博多